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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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女生愿意回忆一下比较难忘的或者比较别致的第一次约会 19号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事情不太理解 发现现在当代的男女性的第一次出约会都是在咖啡厅 我理解的比较好的出约会 应该是不管是去某一个地方游玩 还是一起从事一项运动 应该是有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可以互动的 而不是我一屁股坐在那儿 你聊一句我聊一句就真的跟相亲一样那么干 想好奇一下 你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我所理解的出约会 其实并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以后 这一次就当做约会了 其实我理解的出约会 我会想跟她去录音棚 我们两个人录一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专属情歌 因为录音棚里面有很多专业的老师和设备 毕竟她还能帮我们拍一些视频 我觉得这个都是值得回忆的东西 那你挑女朋友是不是有限定条件 对她唱歌比不太好 对 也不必了 对吧 那我认为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这个场合 因为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有 这个眼神和情感的互换的我觉得 这个很重要 现在有AI技术 你只要能发个啊 对 她就在那里录一首歌 12号 男嘉宾好 我听说过一句话 您好 就是说男女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当你就是选择一个比较 比如说让你心跳上升的一个场景 然后两个人心跳同时上升的话 会误认为是对对方产生了荷尔蒙 所以说我觉得初约会就是有一些比较推荐的 就比如说跳伞啊 一起去跳伞 我觉得不法是个好方法 但是我不太喜欢 我受不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是两个人认识之后啊 晚上一块吃个饭 几次几次之后 就已经开始了那个进程了 生活中有没有过 6号 大家好 我叫张文静 现在在南京从事金融工作 就是我跟我的前任 就是我们一开始是会 有很多共有 大家一块出去玩 然后慢慢的呢 就变成了他说 你今天有空吗 我们俩今天出去吃个饭这样 对啊 然后就水到渠晨 过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他有一次就跟我正式表白了 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我觉得他描述的这个 更符合生活常态 第二速箱是 我不希望未来的女朋友 她跟我 只要一看剧啊 一看电影啊 她会给我产生分歧 你先说说前女友爱看哪种剧 前女友她是比较喜欢 因为你小女孩嘛 比较喜欢看一些爱情肥皂剧啊 就这类的类型的 但是我个人呢 我是喜欢看一些暴力美学啊 比如说就是敢死队啊 然后就是杰森斯坦森的电影 我特别的喜欢 特别的喜欢 7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是杜欣红 今年26岁 来自吉林 目前在北京 从事广告行业的工作 对 我也是东北人 老像 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 那如果未来的女朋友 看的剧的类型还是不一样 那你会怎么处理呢 可能会包容一些接受一些 但是你要老跟我产生分歧的话 也是受不了 好的 谢谢 17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刚刚说你喜欢暴力美学相关的影视 然后因为我学影视的嘛 我还写过关于暴力美学的论文 那你觉得就是如果双方有争议的时候 一定是就是最后的结果 都是说服对方吗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都保持自己的观点 但是我们可以和谐的相处 我们可以在一起生活 但是可以彼此看不起 不是这样的 我就是我认为可以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 并不是说你的想法 我这是一点接受不了 咱真家对面忙了 不至于 这些点其实归根到底 说白了我觉得还是三观的一些问题的点 所以说如果经常产生争执 产生不愉快 我觉得就是其实说白了我们的观念是不符的 对啊 那其实说白了我觉得是不太合适 好 好 好 来开篇子 通过全盘思维 用准确真实完整的数据说话 细致公正的做出正确的评估 我是刘嘉宁 一名国内顶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 作为一名审计师 除了要求技能上的专业度 沟通技巧也很重要 我常被大家戏称为沟通小男手 面对不同的工作伙伴 我总能找到合适的话题 去年我接了一个很多人都不愿接的一个项目 当时和甲方的沟通压力是非常大的 我呢就充分发挥了我嘴甜的优势 然后哄了大家都非常开心非常配合 这让我更加坚信沟通的重要性 生活中我更是热场王 来来来啊大家问你们个问题 有一天白气球把黑气球给挡了 那黑气球应该怎么办呢 挡回去啊 戳破白气球 都错了是告白气球 聚会里的每一次冷场 我都会变成气氛调节器 我不会让别人的话掉在地上 时刻补充空间内的语言密度 来杭州工作是我第一次离开黑土地 这时我才发现很多菜的做法 在东北都被暴改了 鱼香肉丝绕菜啊 在我们东北它会把这个笋丝 换成胡萝卜丝 然后还会加入高芡的汁 特别好吃 特别下饭 强烈推荐 还有就像云南米线啊 里面加入了麻辣的味道和麻酱 这样的暴改既保留了菜品的精髓 又加入了我们东北的特色 来杭州两年了 我很喜欢这里的环境宜人 更喜欢这里的人们 那种忙碌中热爱生活的风驰感 未来我也准备在这里定居 和另一半一起漫步西湖 感受杭州独有的城市浪漫 邓陈丹 男生您好 我平常也是一个就是 不喜欢让场子冷下来的人 然后但是其实我感觉 我属于那种在人很多的时候 我会表现得很开心 但是我在一个人 然后晚上在床上睡觉的时候 会偷偷的嬷 然后其实我想问啊 男生就是 有没有平时也有这样的性格 遇到这种通常会怎么处理呢 能不能举个例子 其实我这个人比较乐观 心态比较好 其实很少会存在这种情况 因为我从小跟我姐姐在一块 给你举个简单的小事 就是她当时跟我在看一部小品的时候 就是我当时笑的不行不行的 就那个状态 她就把我形容说 就说我像个傻袍了 没心没肺的 有啥是不是不好的事 就基本上不太会往心里边去 就算去了一天两天就好就好了 我觉得她对自己的形容是准确的 那个傻袍子你们见过吗 袍子其实长得不难看 双眼皮眼睛大大的 其实很可爱的 她长得从性格到长相 都跟那个袍子很像 好 好 好 4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看VCR里面有说你是一个气氛组 我是一个很哀的人 我很羡慕这样 你有这样一个气氛调节能力 能不能交给我几招 太能了 就是你看 比如说你跟朋友一起出去玩 但是总有冷场的时候 是不是 如果是我 我会站起来 要不就是讲几个冷笑话啥的 就是我给你们分享一个 特别搞笑的这个冷笑话的段子 有一天呢 甲乙丙丁他们四个人要去坐车 然后呢 只有甲上了车 你们猜为什么 有人知道吗 你直接说 因为是装甲车 装甲车 装甲车 好冷的笑话 我觉得最善良的是 我们导演组在后面狂笑 但我觉得男嘉宾刚才是 本质是个行为艺术 他是用这个笑话本身的不好笑 来展现人的好笑 他把自己豁出去了 对 宋晓文 男嘉宾 你好 因为我之前跟前男友 我们都是打狼人杀认识的 所以我们都是逻辑辩论型选手 在一起经常如果遇到问题 就会唇枪舌剑 其实非常的累 所以我其实挺想体验一下 嘴甜的男生在恋爱中 红女朋友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想模拟一个场景 然后就比如说 我现在给你发消息 然后你一整天都没有和我的消息 看看你怎么哄我可以吗 可以 好的 那我开始了男嘉宾 干嘛就一整天不回消息 那个宝宝太忙了 真的是我这个工作 就是这个性质 没有办法 我为了我们的未来 这是一个男人的担当 那你工作那么忙 你就别谈恋爱 不回消息谈什么恋爱 可是我之前有跟你讲过 我除了工作之余的时间 我已经把这些时间80%都给你 20%给谁 要不我们来唱一个歌吧 他们说你唱歌很好听 好的 好的 你会唱什么 凤华专起的歌 你们喜欢吗 特别好 特别好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从天陪你带呼唤 三万点喝水从天上来 留下那万四千红一天海 我们来的歌谣是我们的期待 一路见走天上才是最空派 我们要唱就要唱的最空派 好玩吗 好玩 下次再来玩 章语 男嘉明 你好 我也是东北的 然后现在刚到杭州 你觉得改良过之后的菜很好吃吗 暴改的菜你也知道 像鱼山肉丝这个东西 在我们东北它的做法 跟南方完全都不一样 南方加了笋丝它的 咱东北没有这玩意儿 就是黑木耳 萝卜丝 然后还有青椒丝 就这些东西 对 左边应该是东北版的是吧 右边是圆版的 对 它跟圆版有什么联系吗都 它都有肉丝 肉丝 我吃过很可怕的鱼香肉丝 我上来之后 我一看这里边有黄花菜 有木耳 最后我问 我说我们点了一个鱼香肉丝 这不就是吗 哦 哦 我说我以为 我理解它叫木虚肉 厨师理解的鱼香肉丝 是这个样子的 看下一条 当川菜的麻辣 遇上东北菜的酸甜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阿尔时的女朋友 是一个热情似火的川妹子 确立关系后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饮食的差异 刚做好的 尝一尝吧 哇 怎么那么香呢 为你呢 哎 对不起 我忘记了 忘记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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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不爱我了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哎呀 一会我们去吃火锅 我们吃什么锅底呢 嗯 多谢 那就吃云热锅 你别碗了 我们分手 他连早点呢 都会加一点辣 而我呢 带他去吃东北正宗的 一些铁锅炖 还有烧烤 他都不太感兴趣 很多次约会呢 都因此不愿而散 原来饮食习惯 真的是可以 在生活中带来很多的摩擦 相处差不多三个月时 他向我提出 因为家里老人年龄大了 毕业后 要我跟他一起回成都 甚至提出了 毕业就结婚这个要求 我知道感情里 总要有些妥协 生活作息 个人习惯 我都可以商量 但婚姻不是儿戏 那一刻 我选择了退缩 大三我遇到了另一个他 一个有趣又体贴的女孩 我们曾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但渐渐地我发现 我们的消费习惯有很大的不同 打车必须要打豪华车型 两个人点菜都要点满满一桌 我们在消费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 不过我们的关系出现裂痕 是因为他母亲跟我的一通电话 我觉得我的女儿非常优秀 最近她要和一个研究生相亲 你觉得你会比他强吗 那一刻我明白了 我们的差异不仅仅是消费习惯 还有他家人对我的不认可 于是我选择了放手 我渴望的那个他 应该是大方 善良 懂生活的女孩 两个人共同为未来的目标 一起奋斗 共赴一段双向奔赴的美好爱情 18号 男嘉宾 你好 看了你的短片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你太容易 为一些外界的因素 就放弃你内心的自我了 你难道真的是不爱你 那两个前女友吗 并不是不爱吧 只是第一个爱不起 然后第二个呢 第一个怎么爱不起 一天到晚要吃辣的那个 他要结婚 他这个东西太早了 等会 我要捋一下 你跟他在一起是大二 对 他说要大四结婚 对 毕业之后就结婚 然后你没有同意 是的 大三是第二个 对 大学生活很丰富 12号 男嘉宾好 我就是想请问你 关于饮食习惯的问题 你好 我跟我前男友的话 就是他喜欢吃辣口的 但我之前吃得特别清淡 我们俩经常会因为这个问题 就他后面忍不住了 会爆发出来 会说我总是迁就你 然后后面我们就商量出了一个办法 比如说我们吃十次晚饭 那我可能吃七次我爱吃的 然后三次是他爱吃的 我不知道你以后再谈女朋友的话 会不会为了他去迁就他的胃口 还是说会制定出这样一个方案出来 我就是尝试着去接受 只要你不是太过分 我估计我都差不多 你那个前女友就是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太吓人了 真是吃不来 吃不来 10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看到你在那个短片的VCR里面说 你第二任是因为消费官不一样 但是我并没有看到你如何去解决这个不一样 所以我想听一下你 如果说未来女朋友你们消费官 如果他还是很高 或者是你很高 那你们怎么去调解这个事呢 当时是因为还在上学 本身就是那么点生活费 因为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打了几分工 因为他这个话销 确实我是有点承担得很吃力 那你没有跟他沟通过吗 就是你觉得这样子不好 然后让他调解一下呢 他觉得没什么不好的 他认为这个就是我从小到大的习惯 11号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你在跟你前女友相处的过程之前 应该就会了解对方的消费习惯 当你之前发现你的女朋友消费水平比较高的话 我觉得你就不应该继续追求他了 最开始他有所收敛 后来谈了差不多一年的时候吧 好像是完全放飞自我了 就是我自己想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就是这样的 那你希望你未来的女朋友 就是在谈恋爱之前跟你要坦诚一下 就是适当地表现出自己的消费观是如何的 对吗 我觉得可以 两个人稍微做一个沟通吗 好 谢谢 他刚才说得非常对 你们在交往之初 其实完全是可以判断对方的消费能力 根据这个判断 你就可以考虑你跟她是否合适 我会认为她的那个转折点出在她的前女友的妈妈给她打了那个电话 就那个电话让双方的家庭的这种差距显性化 她刚才跟5号宋小文有一段哄女友的尝试 她说我真的很忙 我忙不是为了让我们的未来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吗 这难道不是一个男人的责任和担当吗 她刚才有那两句话的表述 她的观念中有一种强烈的认为 男性的责任是要包含在把女性的经济需求覆盖在内的义务的 如果这件事情她完成不了或极大的刺伤 她做一个男人尊严的基点 真正让这个感情走向崩塌的是这个底色 最后一个问题 20号 我想问你如果你跟你女朋友真的在起政治的时候 你会主动跟她说求和这种吗 我一定会缓和 然后并且我会主动地去放低我的姿态 来去迎合她 哄好她 但是也不隐瞒地讲 我有一点一点点的大胆子主义 来 20号 刘登吗 现在刘登的是 20号 23号 有请20号 23号 有请20号 23号 来看一下制推是 刘嘉宁的制推女生是 真浓营养 美味镜像 口感超浓郁 营养更丰富的真浓牛奶 浓情揭晓制推女生 21号 郭琪 男生性格活泼外向 能量满满机会 深入思考也有行动力 有好胜心 感情中懂浪漫 希望和开朗大方的气质女生一起携手共进 女生知书达理 有好胜心和上进心 善于把握机会 感情中炙热而有活力 重视浪漫 也在意个人的空间感 两个人都有好胜心 可以相互追逐 共同成长 日常相处中 既有互怼式的小欢乐 也有精心安排的浪漫温情 共两位参考 我们来看一下女嘉宾的资料 施瑞智 我的缺点 我的旅途 我的周末 我的缺点 1号 我的缺点 热情但过于执着 好奇但异于分心 坚韧但过于自我 邓晨达 你喜欢这样的我吗 我的恋爱观 期待的你 我的恋爱观 2 一直认为深情且专一 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开始一段感情 就会全心全意地投入 郭琪 抛羊毛大师 顶级哀人生活舞蹈 生活舞蹈 生活舞蹈 在生活中 我最大的兴趣爱好 就是跳舞 我也喜欢带上相机 去记录生活 喜欢拍周围的风景 喜欢拍猫猫狗狗 我喜欢在夏天的夜晚 去江边 去街道上散步 希望遇到一个喜欢的你 一起探索更多的新鲜事物 张宇 想去做的事情 我的小缺点 我的日常 想去做的事情 想做一些自己没做过的事情 可以和共度余生的人 一起去看极光 一起全球旅行 这样就会有很多共同回忆 最后一个问题 问四个女生 我想问一下各位女嘉宾 你们最近 让你们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我戒掉了熬夜 现在凌晨三点之前就可以睡觉 邓陈丹 我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可能是我前段时间去 那个湖北的恩师玩 然后爬了他们的大峡谷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感觉心情都特别的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我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昨天晚上睡满了八个小时 就是因为我有非常严重的失眠 所以我昨天能睡八个小时 已经非常开心了 好的 谢谢 张宇 我最开心的事情最近 应该就是 离开北京去了杭州吧 应该算是 好的 谢谢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恭喜男女嘉宾 获得了由港容生蛋糕 提供的浪漫海藏助理 港容生蛋糕 我对你是真的 港容生蛋糕好吃不上天 谢谢 Thank you 拿回来 Thanks Thank you